AC米兰米兰重坦期待飞跃,中场妖星虚声花改造在过去的一个赛季,弗兰克凯西堪称跑步死的铁人,54场比赛和4603分钟上场时间,这是他在米兰第一年的交出的数据,上赛季他仅三场比赛没有上场,并且从未因伤病问题缺席。 这三场比赛是米兰与SHK ENDIJA6比0的比赛,对李耶卡威进入大名单当时已经获得出现资格,和对桑普多利亚黄牌累计,在其余的比赛中该名球员都是全新出场,如果说有什么不圆满,就是只有两个运动战进球。 然而,在本赛季开始他就在第二场对阵罗马打入一球,凯西作为前任管理层购买的球员现在看来物有所值,但他的表现往往是不稳定的,这也是与他年轻有关,他需要积累经验,并在加图索的计划中占据一定地位。 现在博兰克需要有志的飞跃,在对阵罗马的比赛中,除了打入一粒进球外,科特迪把人还表现出了出色的身体素质,他的体格健壮,体能充沛,光看整场比赛你在球场上,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不排除在未来几周中,加图索将演练新的阵型作为备选,目前最受欢迎备选的似乎是4-2-3-1,即使是这个阵型,凯西也能占据以席之地,凯西将出任中场搭配比格利亚或巴卡约科,前面是苏索,哈坎恰尔汉奥卢和伯纳仁图,拉战在伊瓜音之后, 然而,为了能穿使适用新战术,凯西应该加强对那个位置的训练,首先就应该压制他自己的进攻欲望,同时加强对对方球路的判断,如果他能成功转变,加图索团队的战术将更加多变,更加让对手难以预测。